嗨各位 我是金川一 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我超喜歡天原突破 好啦 沒有 我覺得你只要看過超過一部我的影片 應該都知道在這個頻道上 我永遠無法忍住不吹的 就是P5跟天原突破 但我覺得一般人你上網查 為什麼大眾會覺得天原突破是神作 大部分都只是在講說他真的 燃 太燃 燃到一個突破天際 這樣 從地底達到宇宙 到底什麼的全部丟掉 反正就是爽就對了 先說 我不覺得他們這樣吹有什麼不對 因為這 的確是你看完當下最有可能產生的一個直覺反應 不過在我看來 天原突破之所以能夠達到這一點 恰恰在於說他的理層結構精緻 完美到一個毫無破綻 因此他的表層才有辦法呈現出一個如此光滑自然的狀態 觀眾不會覺得有哪裡特別 但不知道為什麼看了就是很爽 這是我這些年間反覆觀看天原突破 越來越欣賞這部動畫的原因 所以本作竟然在今年都已經要迎接15週年了 時間過得真的很快有沒有 今天我就來各位從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角度來看天原突破這部看似無腦亂打熱血動畫 他裡曾內涵的藝術性 不過一講到15週年 沒錯 為了紀念動畫播出15週年 由Trigger全面堅究改編自天原突破紅年羅言的首款手遊已經開始刪打封測啦 本測測試不收費 獻得一千人遊戲忠實懷原原作的經典劇情 大哥雲若 希萌覺醒 帶你再次重溫鑽頭的浪漫 封測報名通道已經開啟點擊下方連結即可預約報名 5月17開啟測試參與封測玩家在遊戲正式開服後還有機會獲得神秘的專屬獎勵 現在就和紅聯團一起挖穿地底衝向天際突破宇宙吧 給完全沒有看過天原突破的人一句話解釋一下就不在幹嘛 本作是一個講述很會挖洞的少年希萌更著信賴的夥伴用鑽頭一路從地底挖到宇宙正中心的故事 恩 真的是一點都不難懂齁 很多人講熱血動畫的時候起手似我覺得都是 哦 管他什麼邏輯 你個作話音樂催下去聲有鬼叫一下就可以燃起來了 但這 我記得我以前應該有講過不只一次齁 咳咳 我真的他媽有夠討厭這句話 對 很抱歉 可是依我是個世紀大熱血愛好者而言 對我來說熱血一丁點都不是像這樣膚淺又無缺東西 我一上來就莫名其妙報氣乾兄仔 好啦 對不起 正行聽我解釋 在我理解中的熱血是要觀眾能夠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劇情裡面 要能夠理解每一個角色的動機與目標 我跟他們完全同步了 所以角色的情緒才能100%的跟插管一樣傳輸進我腦袋裡 進而產生那股所有情緒都被催到最高點的感覺 所以說所謂的熱血作品我覺得反而是比任何類型都還要需要炎瑾的劇本及細念情緒流的 不小心少了哪一塊你就無法完全帶入那當然就不會有熱血了 對啦聽到這裡你們或許會產生一個疑問喔 蛤 你說炎瑾跟細膩天人突破第一集還在挖山洞最危機這些宇宙大戰 怎麼想都跟這兩個形容詞扯不上關係吧 對我承認如果是一般的作品一下子做到這種跨度照理說是很難成功的 應該不用我提醒你刀劍神域UW片只有死的多難看喔 可是天原他成功做到了這一點關鍵只有一個就是本作的命題 貫穿天原突破的理念他整部動畫的核心就是進化 一則故事的命題對他究竟會不會爛尾是至關重要的 講起來是很不著編輯啦 但最悲話來說就是作者在想故事的時候有沒有想清楚這個故事到底是要講什麼 讀者看完之後又能帶走什麼 將~~~我舉一個最極致簡單的例子 三隻小豬他藉由闡述豬大哥 豬二哥 豬小弟他們三個蓋房子的故事 來告訴我們勤勞的重要性嘛 看完之後你會清楚的知道 我們要跟豬小弟一樣很有耐心的不急躁的蓋間兼顧安全的房子 而這對漫畫 小說 電影其實都是一樣的 差別只在這些東西絕對都比三隻小豬長啦 所以能延展的東西一定更多 好吧 那套用三隻小豬的邏輯齁 天原突破他是用什麼來講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用鑽頭講了一則有關進化可能性的故事嗎 天原突破編劇中島以及他全盛實習起的劇本有一個共通的特徵是 他一定會用最小最簡單的一個人事物當作起點 進而去聯想出一大堆道理訊息 在天原突破裡面鑽頭是最重要 主角群用來戰鬥能量被稱為螺旋力 鑽頭跟螺旋你們應該是不會覺得哪裡都不起來嘛 可是 重點來了 作品後面又將螺旋跟可能性做聯想 最終徹底將天原突破的這一部看似只是一堆人開機器人打來打去的動畫 完美的包裝成了一部探索人類進化可能性的預言 因為你們想想 人類最根源的可能性是什麼 是我們的基因 DNA嘛 那DNA是什麼形狀的 好吧 我們現在知道可能性是天原突破最終想要傳達的東西了 可是 可能性這三個字可以有非常多不一樣的面向嘛 而劇本緊接著便使用了它的命題來賦予各個主要角色各自不同主題的主線 講到可能性 你們會想到什麼呢? 有嘛 我們有人該如何突破自我的可能 有探索未知挑戰新世界的可能 有選擇多種未來平行宇宙的可能 有擺脫城府教義思想解放的可能 也有一種交流 基因融合多樣性的可能 這邊我們來非常簡單的梳理幾位主角群他們的故事 你就大概了解我的意思了 第一個 大哥 卡米娜 她不滿人類只能在英私幽烏西媽黑洞穴裡面過無聊生活 她向往地面上的世界追求冒險探索未知的可能性 第二個 主角 西蒙 她原本是一個微微縮縮的膽小鬼 但受到大哥旁人的鼓舞逐漸成長茁壯 學會發揮自己內心潛藏的無限可能性 無限螺旋力 你要相信你所相信的你自己嘛 是不是 第三個 女主角 楊子 她的人生中有過非常多可能的道路 像到底是要留在村子還是前往冒險 到底是要繼續假扮老是來出去拯救世界 但在平行宇宙的迷宮中 她堅定了這一條就是我所選擇的那條路 第四個 後期的男兒 羅修 她出生在一個極為貧瘠衣食匮乏的村落 離開村子前 長得要她戴上一本號稱是重要教義的書籍 最後卻發現那本書根本是舊時代的人隨便亂畫出來的塗鴉 顯示人終究是想要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東西 好吧 最後一個 第二女主角 妮雅 投身好人陣營的獸人族公主 後面卻發現其實是外星人派來監視地球的信使 然而始終相信不論身份 種族 人與人之間都可以互相理解妮雅 最終也為地球開啟了與外星生命 親善交流 文明演化可能性的大門 你要說團隊一開始只有想到要做這些主題方面很硬性的探討嗎 說老實話 我覺得應該沒有 我猜他們單純只是因為既然設計出這個角色了 為了確保故事的一體性 所以很用力的將每一個人物他們的來歷 個性給拿去跟可能性這個命題做結合 對西蒙來說的可能性是什麼 對養子來說的可能性是什麼 最終就促成了幾乎每一個角色都有獨一無二心境上的幾層轉合 而這些個人的故事還是會重新扣回天人突破的大主線之上 所有線都會向上匯集到一個點 就像是一顆螺旋向上的鑽頭 在極度發散的同時卻又驚奇的一致且專注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一點也不會跟不上劇情在幹嘛 每一條線都被主創輸的超級整齊情緒流得意貫通 那熱血自然而然就會湧上來啦 當你去博物館欣賞藝術品的時候 你在看的通常不會只有這個雕像 這幅畫的某一個部分他做的好不好嘛 除非你是脊梁星 你也會去欣賞這些藝術品他背後所蘊涵的歷史性 它是什麼年代畫出來的啊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啊 而這幅作品在那個年代又含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之類的 這在動畫界其實也是有的 就像魔法少女小圓 你總不會去質疑這部作品他的歷史定位吧 嗯 所以這既然是一部闡述天人突破藝術性的節目 我當然也要花一點時間來拆解本作的設定以及世界觀 本作到底含有哪一些類型劇的基因 金石楊之一開始創作《天原突破》的時候正逢21世紀出 機器人動畫逐漸視為萌戲王道少年漫強勢崛起的時期啊 因此呢 金石懷抱著想要在這個機器人動畫不再是主流時代 好好的搞一部王道激然翻這個理念 找上了編劇中道一擊 可是偏偏他找上的這個傢伙背景也是非常的不一般啊 中道一擊他是一個來自劇團圈的編劇 以前有寫過獨樓城的奇人阿修羅成之童等等古裝舞台劇的劇本 哇 完全在動畫八竿子打不著啊 不過重點來了 這也就造就了天原突破裡面非常特殊的味道 每一次主角的機器人要合體的時候 都已經會以煞有其事的念一段你確定你們沒有事先排練過嗎的超順口白 你說那些東西有什麼實質的作用嗎 其實也沒有 就跟出招大喊招四名一樣就是為了帥而已 只是你如果帶換到那種古裝舞台劇的邏輯那一切就非常合理的嘛 而最濃厚 承襲了中島劇團基因的人物 毫無疑問就是維拉爾跟卡米娜 維拉爾是前期的反派小boss 開頭她的頭盔被卡米娜搶走損害到了她的尊嚴 使得她就死和主角群截下了一段很深的淵源 卡米娜放蕩不齊到處搶別人東西十分有親戚者的風範 而維拉爾終於主子崇尚公平且有榮譽的對決 讓她雖身為反派卻保持著武士的尊嚴 再來我們看到金石楊枝的部分 她為田園注入的毫無疑問就是王道基人動漫的血液 可人家想做的還不止那麼簡單 前面有講到做這一步對金石來說算是一次基人番的文藝復興嘛 因此隨著動畫演金石重塑 極權動畫的演變也是她的目的之一 先聲明這不是我自己腦補的喔 你們知道 這是金石楊枝自己在訪談中親口說的 有看的都知道天原突破的動畫被整節切割成了 勵志篇 風雲篇 怒陶篇 跟回天篇四張嘛 並且呢四個章節都有各自核心的人物跟不同的調性 像開頭的一到八話勵志篇走的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70年代 很勇景豪 回血旅行單元劇的風格 而卡米娜這樣的中心人物正代表著那個時代所推崇的熱血漢子的經典形象 而當這個形象不在之後就正式進入了80年代風雲篇 先搞一個最王道的四大天王出來 然後講一個平凡少年覺醒變強的勵志故事 也因為妮雅的出現時整篇的氛圍開始更加軟萌化 開始接近現代觀眾熟悉的那種賣萌的感覺 對啦 金石後來是有表示話到後面 他們其實就沒有很care年代怎樣怎樣單純做自己的東西了 但錄超片時間往後跳了7年並開始加入了一些政治啊 主角群內鬥啊之類更為複雜不那麼黑白分明的元素 多多少少也算還留在時代前進的軌道上 至於最後的回天篇就非常簡單 最高潮的中戰徹底進化成了星系大戰這樣 好啦 我不會硬要去說這四篇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沒有 你如果看下來我包底是不會有太大的感覺的 就是很順 因為不論題材再怎麼變 天然突破頂著的還是這一個非常放飛自我的作畫風格 角色每幾集就會突然換一張臉 機器人的設計也一個比一個更扯 只不過像這樣的不修蝙蝠跟in your face 我覺得反而非得是天原這兩劇本 僅是到一個不行的動畫才可以駕馭的 不論是人設還是用色好了 天原突破永遠都會選擇最強烈最直球的方向 你們看第一畫 卡米娜 西蒙 楊子第一次衝出地表 看見外面的世界時 這個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實現的壯麗美景 一半已經進入黑夜的天空以及另一半火紅的夕陽 還有第八畫大哥的XXX回 整個場景全部都瀰漫著一股灰色的烏雲 你就算不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 這個配色就已經忽然已在前意識中產生不祥的預感嗎 說真的橫手有動畫 可以在用色上達到如此劇烈的跨度 更別說為了劇情當下的氛圍去挑出相呼應的感覺 OK 那以上就是聽人突破在我心中的藝術性了 我是景川一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之後大家能理解那些看似簡單直白的作品 其實內裡很多都藏有複雜構造 看似胡來實則架構嚴謹 環環相扣 要形容這種感覺 我得引述卡米娜對西蒙說過的一句話 今天這一集只是小小的拆解了里層的設定 再把它重組成一段還算有道理吧的論述 你們要是喜歡這一類型的節目 我以後應該會再多做其他作品 像《Q拉Q》或者《大人帝國的反擊》這一些 觀眾很容易會因為畫風而忽視其背後天才的作品 各位有興趣的歡迎留言告訴我 而你要是真的很喜歡《天原突破》的話 我兩年多前有做過一系列大解析的節目 你可以去聽我花五節時間 親切舞對本作的愛 好 我是景川 我們下部影片見